观众朋友们好 您是否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 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 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 回归传统 致力于为您呈现纯净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 传递传统价值观 为您重拾经典之美 没有不良内容 为您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 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声的专属优惠码Sound 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 干净世界影响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沉默许久之后市场再次出现恒大和许家印的消息 恒大这个瓜是要拒终了吗 许家印的终极结局是什么呢 中共党魁青睐制造业 但这个被视作取代房地产的经济引擎也正在失灵 川普虽然背叛有罪 但他意外地获得了来自硅谷的支持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三个话题 今天是周末 咱们先来吃个瓜 好久没有消息的恒大突然在刚刚过去这几天 是密集的刷屏 看似都不是劲爆的消息 但是对于熟悉中共官场的人士 却发现了关于许家印的最终决局 今天我们来吃吃恒大和许家印的瓜 中共证监会中午公布说 将因虚报财务数据 对中国恒大罚款人民币41.75亿元 折合美元大约是5.8亿美元 恒大地产时任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许家印 则被处以顶格的罚款4700万元 并终身进入证券市场 中共的证监会认定 说从2019年到2020年期间 恒大地产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的方式 虚增收入和利润 致使在交易所市场欺诈发行债券 并且所披露的相关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 同时恒大地产还存在 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 未依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裁 未依规定披露未清偿到期债务情况等行为 中国证监会表示 罚款数额是依恒大地产 欺诈发行债券所募集资金的20%来计算的 并就讯息揭露违法处以顶格罚款 对于证监会的这条消息 有网友中日政经评论在X平台上发文质问 说想问证监会的是 既然许家印的手段这么恶劣 情节这么严重 这十几年你们怎么没有发现 怎么在恒大爆雷之后才跳出来呢 你们怎么审核的 当然疑问还不止这些呀 还有比如恒大这件事情 一个罚款就结束了吗 大陆证券时报的报道说 恒大地产罚单落地 并不意味着恒大集团风险事项结束 文章说上市处罚 仅仅涉及恒大地产在交易所债券市场的 虚假陈述和欺诈发行问题 不涉及恒大集团旗下其他板块风险事项 文章说中介机构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虽然中共官方在中午并没有同时公布 对中介机构之一普华永道的罚款 但是在对恒大这个判罚出来之前 周四的时候 彭博社就已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说 北京考虑对普华永道处以创纪录的罚款 并暂停其在大陆的部分业务 那以应该公司涉及了恒大集团巨额虚增收入的金融欺诈案 知情人士是说 中共财政部最可能最快是在 本周就宣布对普华永道的行政处罚 那罚款的金额至少是10亿元人民币 那这个金额是远远高于去年 北京对德勤处以的2.12亿元的罚款 那这个也会创下北京对会计师事务所所开出的单张罚单记录 报道还说 普华永道被罚很可能就是与恒大地产在2019年和2020年两年 虚增收入超过5600亿元人民币有关 那中共当局此前呢 已经开展调查普华永道在恒大集团会计做法上所扮演的角色 从这些消息来看啊 处罚的金额是顶级的 但是似乎呢找不到什么线索 就是关于许家印的结局有什么样的线索 那我也请教了一位在大陆经商数十年 对中共官场非常熟悉的商人朋友 他分析说啊 他说你看一步步的恒大这个事就快到结局了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恒大这个巨无霸最后的结局 以及许家印本人的命运 是无期徒刑还是死刑呢 他分析说啊 你看中共证监会给出恒大的处罚 从证监会的权力范围来看就是两个字顶级 中共的赌场给恒大出了最高的罚款 是能罚多少罚多少 也永远不让你这个赌徒进赌场了 也是按照顶格来处理的 再看消息人士说的话 给普华永道的处罚十个亿 这几乎是德勤的五倍 假设这个数字是真的 相信也是一个顶级的罚款 他说第三个 再看看处罚通知中对许家印等人的描述 当局用的词是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他说从这几个顶级的处罚和用词 许家印很可能是延半 这些都是从恒大相关的消息观察到的一些线索 他说还有一个迹象 就是在同一个星期5月28号中共当局公布 华融国际前总经理白天辉 受贿超过11亿元人民币被判死刑 这个是继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明之后 再有华融集团的高管被判死刑 他说这个消息一出来 大家都是一愣 因为已经很久一段时间 除了赖小明没有判死刑的经济犯 所以大家也在推测 有可能许家印这个事 就等于是赶上了要研办这个封口了 为什么要研办呢 一方面是前一段时间 中共党会习近平说 金融监管要涨牙带刺 那对于恒大这么大的事 这个手段肯定是严厉的 再一个是 中共现在真的是救不了房地产了 7月份又马上要开中共三中全会了 那现在中共党会习近平是一堆事 开会了 他得找一个替罪羊出来出出气 被背锅 这位朋友说 房地产今天这个局面 习大锤亲自砸烂的 但是他不承认 他不认为是自己砸烂的 他认为是你前朝的人 给他这个底子没打好 是你们搞土地财政 加杠杆 把泡沫吹得这么大 他是来去杠杆 所以他觉得是前朝这些人 给他挖了坑 换句话说 前任偷了驴 他就是那个把绝子的人 那现在习近平一锤子下去 把房地产砸烂了 加杠杆也搞不定了 他就想办法掩盖这个问题 想把这些问题往外推 一个是推给他的前任 再一个就是推给这些开发商 资本家 所以按照这个思路推测 这位朋友认为 许家印最有可能是有一条火路 但是也会是个重判 例如判个死刑 但是缓期执行之类的 除了许家印 那恒大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上任朋友认为 恒大还得留着 这一大堆的债务还得还 还要保交楼 当然这是这位朋友的推测和一家之言 观众朋友们您是怎么看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房地产不行了 中共党魁青睐制造业 但是现在啊 制造业这个救急的解药 也不灵了 之前中共党魁 习近平力推新制生产力 还有新三样行业 希望用制造业来弥补 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 那核心其实啊 还是离不开这个制造业 中共国家统计局中午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从4月份的50.4降到了49.5 是跌破了50的融合线 因为外界能够获得 关于中国经济的数据很少 所以官方发布的这个制造业PMI数据啊 被外界视为是观察当月 中国经济一份非常重要的数据 当然大家也都很清楚啊 中共会粉饰数据 那相信真实的情况可能会更差 但实在没有可以替代的数据 或者拿到更真实的数据之前 也只能用官方的数据作为参考 那华尔街日报在31号的分析文章说 中国制造业活动5月份是意外的萎缩 结束了先前连续两个月的扩张局面 那这让北京依靠出口来推动经济复苏的做法 是受到了新的质疑 看似中共官方公布的5月份制造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回落在很大程度上让经济学家们是措手不及 不过作者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先前几个月已经有征兆显示 当前制造业活动的扩张步伐是不可持续的 那作者是观察到了哪些征兆呢 作者说目前的产出是远远超过了新订单 并且对出口的依赖是越来越大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 5月份制造业PMI中的产出和新订单 分项指数是分别下降了2.1和2.3个指数点 远远超过整体指数的降幅 作者说新出口订单大幅下降 这很可能会引起北京方面的担忧 因为北京已经加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推动出口 试图以此来抵消国内房地产行业 严峻形势的影响 那上海宝银投资的经济学家张志威时说 北京不能只靠出口拉动经济 需要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提振内需 华尔街日报这篇分析文中的作者呢 是通过观察经济数据 发现两组数据的一个相关性非常强 就是美国消费者情绪和中国的新出口订单指数 作者说影响中国出口的一个因素 可能是近几个月来 美国消费者信息和支出的明显变化 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一些跟大学的一项长期调查显示 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息跌至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4月份零售额持平 就业增长大幅回落 那从历史上来看 中国的新出口订单 往往与美国这个消费者信息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所以这表明即使中国最近向俄罗斯和其他新型市场倾斜 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仍然很重要 那不仅是来自传统市场的抵触情绪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 火星宏观从中俄运费疯狂涨价这一迹象推测 中俄的贸易额正在受到不小的冲击 文章也引述了一组数据说 一季度中国对俄罗斯商品出口额是244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6% 那到了4月份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是83亿美元 同比是下降了13.6% 从4月份开始 对俄出口是大幅下降 既有运费的上涨因素 也有中俄贸易结算的因素 那随着5月份运费的涨幅放大 预计这个运费上涨 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会继续扩大 那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 也是在最后说 面对近期这一连串糟糕的经济数据 尤其是如果这种疲弱的趋势 持续到下个月的话 这会令中共面临更大的压力 因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 将在7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那以往呢 这类会议是预示着北京的政策 会出现重大的调整 那我们再回到美国市场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 最重要的市场信息就是周四晚上 前美国总统川普被定罪了 不过这个判决结果的影响 有些出乎意料 硅谷的资本巨头们 开始认真思考美国的司法体系 并出现了转向的迹象 红杉资本超级合伙人 前民主党金主 肖恩·马贵尔宣布 向川普的竞选团队捐款30万美元 那他是在周四晚间发表的 X贴文中透露了这个消息 那通常呢 类似的捐款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 不过这一次啊 这位投资人是毫不会言 他随后呢 又发了长文解释的原因 他说啊 他拒绝生活在一个 人们不敢说话的社会 他指出 虽然他可能并不同意 川普所主张的一切 但他相信呢 美国的司法系统 正在成为对付川普的武器 直接了当地说 这就是他支持川普的部分原因 他还给出了他转向的另一个原因 是2021年8月 拜登匆忙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 让他很失望 他说啊 2012年他就被部署到阿富汗 当时他正在为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 马规尔说啊 他们每周都会乘坐黑鹰直升机 飞离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飞往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他说啊 从阿富汗撤军 是为了政治利益 我们放弃了世界上 最具战略意义的空军基地之一 那美国大选的行情呢 依旧充满变数 至于美国股市 唯一可以确定的行情 就是波动必定加剧 TS Lombard首席 美国经济学家布里斯说 市场厌恶不确定性 选前调整部位 已经是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那往年呢 选后美国股市 都是倾向上涨的 大盘走势 主要是受经济和利率走向之一 倒是较少受财政政策影响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 并且分享 我们周一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